火箭少女李依娃 请发表你的未来宣言 对不起 我这是干啥啥不行 摔手机第一名 现在的手机都这么贵 我的预算只有1500块 我最近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我的手机每天充电 我每天都要充好久 我每天都好焦虑 他们每次打电话 我手机都没电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还气死我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依娃 那我前两天收到一个私信 有个网友说她是一个女生 她想要一个自拍好看一点 充电速度快 续航时间长的手机 但是她的预算只有1500块 左右 我手里拿的呢 刚好是今天发布的OPPO K7X 所以就带入一整天的使用 我们来看看 它能不能满足 这位千元巨女孩的需求呢 很多时候 我们前一天加班回来太晚 倒在床上就睡过去了 早晨起来发现 已经1%低电量提醒了 那就赶紧插上充电线 然后去洗漱 OPPO K7X支持30W的闪充 经过10分钟充电29% 洗漱完开始化妆 虽然生活压迫我 但我依然要做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 20分钟她已经充了44%的电 起床30分钟后 收拾完毕准备出门 手机已经充了57%的电量了 出门去坐地铁 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 通勤一两个小时也是家常便饭 在地铁上一般都会刷刷抖音 刷10分钟抖音 剩余电量53% 然后开始逛淘宝 万恶的淘宝 看到啥都想买 一不小心又半个小时过去了 此时电量仍然剩余47% 闺蜜叫我开黑玩游戏 于是我进入王者峡谷战场 游戏的时间总是坏了又短暂 玩了30分钟 闺蜜想我太坑不跟我玩了 这时候也快到公司 手机竟然还有37%的电量 到了公司投入工作 顺便把5000毫安的大电池充满电 工作之余也偶尔需要摸鱼 放松一下嘛 比如刷刷微博 看看eva又更新了啥视频 这块90赫兹的屏幕 比一般的60赫兹刷新率 会高50% 那对于竖屏刷页面的微博 或者淘宝来说比较顺滑 逛完微博刷刷淘宝 看到一件好看的衣服 三只手指头轻轻一滑 就可以截屏 发给闺蜜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家庭群发来了一张照片 这照片一看就有些年头了 那我就可以用ColorOS 7.2的新功能 进行照片AI修复 得到一张更加清晰的照片 再发给他们 享受家长群的夸赞 晚上下班 怎样要去逛街放松一下 来到三里屯太古里 用夜间模式拍了一张大楼的照片 画面很干净 天空是符合我们肉眼所见的夜色 楼顶的logo灯牌 与周围有清晰的分割 没有糊成一片 大楼从上到下层次分明 边走边拍了不少照片 整体来看 OPPO K7X夜间模式拍摄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肯定足够我发朋友圈用了 然后再请朋友用人像模式 帮我拍几张照片 不用像相机一样调参数 一键就可以拍出背景虚化的照片 那女生逛街 还有一个必备相 就是自拍了 OPPO K7X 搭载的是1600万摄像头 OPPO的相机 它也能提取肤色进行调节 针对不同的光照 对肤色进行不同的调整 这美颜效果你觉得满意吗 满意可以不满意 你不能不满意 路边看到一个花店 进去拍几张花 真美的花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有人送我一束呢 逛街逛累了去吃饭 好不容易吃一顿好的 当然要记录一下一桌子的美食 在AI识别下拍摄的照片色泽诱人 一定能产空那些还在加班的朋友们 下班逛街的时候 粗心的我又忘了充电 电池只剩下36% 没想到逛街拍摄了两个小时照片之后 OPPO K7X还能剩10% 而且在开启超级省电模式之后 还能正常进行微信聊天和通话 导航也不成问题 再也不用担心手机没电不好打车了 说实话 大电池容量手机简直是粗心女孩必备 所以经过一天的体验 OPPO K7X在应急快速充电和续航方面 是最让我省心的 5000毫安时电池加上30瓦的闪充 没电错过消息 或者早起召集出门发现旺充电的尴尬 再也不会发生了 那90赫兹的屏幕搭配ColorOS 7.2的系统优化 也让日常滑动和浏览页面的体验非常顺畅 再加上它也支持5G 可以体验更快的上网速度和更多新鲜的功能 那在拍照方面 它有4800万摄像头加上智能的美颜算法 非常适合女孩子逛街拍拍拍 整体的手机配置信息呢 我也贴一份供大家参考 据了解这款千元金是11月4日开始预售 定金膨胀是预定100抵200 1399元就可以买到6加128G的版本 还赠送一个MH135的耳机 11月11日零点正式开售 OK 如果它刚好符合你的预算区间 又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款新发布的OPPO K7X 可以把它放到你的购买清单里 那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款手机的问题 也可以私信留言告诉我 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我们一起聊聊科技产品 谈谈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是EY 这里是EY的科技生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